主 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学习明白你的话语 我们知道是你自己给我们恩典 给我们生命 给我们气息 能够在新的一年学习圣经的教导 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本圣经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 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 使我们可以从主的话语里面得作 提醒 鼓励 帮助 安慰 谢谢主过去所做的一切 是我们在你面前蒙恩 今天晚上一样的 把每个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面前 让我们虽然工作了一天 或许带着一个疲倦的身体 但是我们却有一个觉醒的心灵 也在这里能够很好的领受 明白你的话 求主教导我们不单单是原理上面 更使我们在生命上面有所领受 我们如此仰望主 祷告 感恩 奉主圣名而求 阿们 那这个学期我们学习以赛亚书 那圣经的以赛亚书是一本很重要的先知书 我们上次谈到以赛亚是在主前 七百四十年到六百八十年之间 做耶路撒冷跟犹大的先知 那如果你研读以赛亚书 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十六章的时候 你会很明显地发现它是分成两个大段 第一个大段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三十九章 重点就是论到审判 立法 还有神的威严在当中 特别像犹大人来显明 四十章之后就是谈到恩典跟救赎 那特别谈到这个米赛亚许许多多的一言 那么四十章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那从那里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 中间从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 穿插了一个历史的插段 是关于西西加王跟巴比伦跟亚述之间的历史的事件 所以我们这样子一分就很容易明白整个以赛亚书 那以赛亚书是一本论到耶和华的救恩 那如果你把这本书给读了一遍 我们在这里上课了一遍之后 你对上帝从永远到永远的计划就有一个认识 就知道我们活在今生不是这几十年就过去了 其实我们都在神永世的计划的一部分 从永远一直到永远 我们今天在地面上 将来我们要在千禧年的国度 最后我们要进到神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国度里面 所以这就是一个信徒的盼望 我们的历史观 我们的人生观 不是这样子短短几十年就消失了 我们乃是在跟永生的神结合 跟永生的神所的计划成为一部分 以致我们将来看见这个救恩的宝贵 当以赛亚出来做先知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世界 犹大国是一个很败坏的国家 在当时候虽然他们有上帝的立法 虽然他们有上帝的先知的教导 但是整个宗教的情况非常地恶劣 那百姓在生活的当中充满了强暴 不公平 不公义 物质主义的兴起 拜偶像 道德的败坏 还有人教鬼 献祭 甚至把自己的孩子当作祭物 来献给假神 等等各样的邪教的行为 或者风俗都在这些国内 所以因此 当以赛亚出来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 好像一盏了明灯 在黑暗中 百姓就看见了这个灯 而通过这个灯 他们找到耶和华的救恩 所以当我们研读以赛亚书的时候 我们不断地会读到上帝的审判 上帝的安慰 每一次的审判之后 神就给他们安慰 每一次论到他们的国家要面对的 这个危机会灭亡的时候 同时却给他们看到很远的地方 有一个神勇士的计划 我想这也是信徒在世界上 我们常常在生活中 有时候我们看见世上的苦难 我们看见世上的罪恶 我们如果只局限在这样的一个思想里面 那我们会非常的消极 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 一个没有盼望 没有前途的 但是我们有神的人 神却常常给我们看到 勇士的救恩跟计划 所以这是我们读 先自以赛亚书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的 那么我们从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开始就看见 神指出犹大人所犯的罪 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是一个小段落 主要的就是针对 当时候犹大国所犯的罪 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 已经看见神指责他们 特别神要天地来做见证 见证犹大人败坏的行为 以及神要对他们的审判 所以在第一章的结束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第二章 一进入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神给他们盼望 什么盼望呢 如果我们有圣经 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第二章 这个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 就提到亚摩斯的儿子 以赛亚德摩斯 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 我们说过先知的信息 不是源自于先知的本身 先知的信息 必须是从神那里领受 那才有价值 并且是一百八仙的传讲 一百八仙的领受 一百八仙的传讲 那就是先知所做的工作 所以写在这本书上的 写在圣经里面的 称为上帝的启示 这个启示是绝对可靠 可以相信的 因为神启示给以赛亚 以赛亚就把这一个启示 来告诉犹大跟耶路撒冷 什么事情呢 就提到第二节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 必坚立 超乎诸山 高举过一万林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就提到一个日子 这个日子叫做 末后的日子 我们会不断地提到 这个日子 这个日子不是指到 将来末后的日子 也指到 那个神审判的日子 也提到耶稣再来的日子 通常都是包括了 这个末后的日子 末后的日子会怎样呢 他提到耶和华殿的山 必坚立 我们知道在 以赛亚的时代 犹大跟耶路撒冷就快要 灭亡了 他们面对了这个审判 那么神警告他们 审判要来到 他们周围有列国的威胁 而且特别是北国 那个灭亡很快就来到 那这个国家似乎没有遣除 但是神却给他们看到一个 长眼的将来的一个国度 这个国度比现在他们的国度 来得更加的辉煌 这个国度比他们的国度 来得更加的坚固 为什么呢 因为到那个时候 耶和华殿的山 要被建立起来超过一切 那怎么样超过一切呢 万民都流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 来吧 我们灯耶和华的山 崩雅各上帝的殿 那很明显的 这不是指现在的国度 这是在以赛亚看见的一个国度 他自己都不了解 他自己都不明白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应验的 我们今天新月的人 我们竟在新月启示了 2000年之后的我们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看得比以赛亚还清楚 以赛亚看到是很模糊 我们看得很清晰 这是论到将来 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做王的时候 所管理的国度 那你读以赛亚书 你深深地相信 你深深地知道 耶稣基督已经回到天上去 有一天他要再回来 这是我们的盼望 这是我们等候 那回来做什么呢 回来拯救世界上的人吗 不是 这个救恩已经完成 所以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是一个审判官的 是一个荣耀的君王 是一个万王之王回来 回来做什么呢 统治世界 那我们都知道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世界上的时候 当他被比拉多罗马 抓起来在比拉多面前审判的时候 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他说如果我的国属这个世界 我的民必起来征战 所以他们很轻易地就把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就为人类来承担了罪 而流出宝血完成了救恩 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耶稣说这个时候 耶稣说我的国度就在这个地上 以后我们会看见耶稣再来 要统治的国叫做千西年国 多久 一千年 这个是在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 当耶稣基督统治的时候 你就看见每个人要到耶和华的山 崩雅各上帝的殿 这个地方今天还在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叫做圣殿山 这个圣殿山今天是异教的 这个回教堂建在上面 这个圣殿山有犹太人所留下的 这个一堵的裤墙 这个圣殿山今天是一个政治上很敏感的地方 但是将来呢 将来这个地方要成为耶稣基督统治的地方 这个地方要成为万民来到的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的政治上的地位 在耶稣的时代要远远超过今天的白宫 要远远超过今天世界最大的政权的中心 这是我们必然会看见的 神的应许计划一步一步的实现 所以我们看到将来的情况 为什么他们来到这个山呢 他们下面说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悔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眼里必处于耶路撒冷 将来人到那里去领受训悔 以后照着神的话而行 所以那千禧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一个平安的国度 这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人遵行上帝的旨意 我们在主祷文里面怎么祷告 我们每天祷告的时候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今天主的旨意有没有行在地上呢 没有 今天主的旨意如果有行在信徒的心中 那就很不错了 我们看见很多的信徒 连神的旨意行在心中都不如 所以你不但要祷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你要祷告主啊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 如同行在天上 那教会就大复兴了 所以信徒要明白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 你盼望神的旨意临到这个地上 我们今天做信徒的 我们先遵行上帝的旨意 将来在历史上 你要看见这一天 我们都要看见这一天 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要看见这一天 这是我们的盼望 耶稣基督未曾在地上做过王 耶稣基督未曾统治过这个世界 耶稣基督未曾让他的旨意全面行在地上 不过将来前夕年的时候 这都要应验 所以那是一个极度平安的国度 想想看 如果每个人造主的旨意而行的时候 家庭会多么的和解 家庭是何等的和睦 何等的相爱 教会也何等的和睦 何等的相爱 社会也必然如此 整个世界也必然如此 那是我们的盼望 那个时候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呢 所以第四节他说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 为许多的国民断定是非 所以耶稣基督做王审判 引导这个世界 他是公正公益的 下面来一句话说 一起读 他们要将刀打成篱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这一节的圣经 是今天人类的盼望 当联合国成立的时候 他们把这节圣经 就刻在联合国的这个 这个门的大门的杯上面 盼望他们在联合国的 管理统治之下 他们要将刀打成篱头 也就是不再打 不再有战争 把怎样 把国防部给解散 我们不用当兵了 我们继续读书 18岁读到30岁都没有关系 不用回去服兵役了 那没有战车 没有士兵 没有战斗机 没有炸药 什么都没有 那是一个和平的 但是 这是梦想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把这一段的圣经 从这几节的圣经里面抽出来 放在那个石碑的上面 就盼望这个世界有和平 我们看见 联合国成立之后 人类继续的战争 这个世界继续的战争 为什么 因为他漏掉前面的 前面很重要的就是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 他必为许多的国民断定是非 也就是说 除非耶稣基督 实实在在在地上做王 现在不可能实现 现在没有和平 但是将来一定会有和平 我们看见 这一定会实现 所以当耶稣来做王的时候 你就看见 这个刀是用来打战的 变成梨头 梨头是用来除地的 枪是用来打战的 变成镰刀 就用来什么 收割的 这个表示今天如果我们把 所有国防的开支 用在教育 用在文化 用在国民的建设上面的时候 你想这个国家 多么的富裕 百姓可以多过多么豪华的生活 如果今天国防部的开支 来津贴我们每一个国民的话 你可以安心活到85岁 你不用担心 老了没有人 看医生 可以完全免费津贴你 你今天可以活到100岁都可以养你 为什么 因为国防的开支很大 所以如果国防的开支 用来作为使百姓更好的生活的话 这世界是一个乐园 但是现在不可能 不过将来可能 谁来的时候 耶稣来的时候 所以耶稣做王的时候 这是事实 这是一个严谨 所以以赛亚把这个严谨告诉他们 今天他们犯罪 神的计划是什么 救赎他们 救赎他们只是一部分 我要成就将来 那永远的荣耀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做王 这是我们的盼望 主有一天 要再回来 你跟我都要在这个国度里面 都要实现 好了 既然我们有严谨的盼望的时候 每一次当 以赛亚讲到严谨的盼望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做神的 而你想到将来荣耀的盼望的时候 你现在怎么生活 如果你看到严谨的荣耀 它一定要影响你现在的生活 如果你看到严谨 而没有影响你现在的生活的话 那你不相信 如果你相信将来的 你今天的生活一定有改变 所以保罗说 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算不得什么 我要成就将来 无比的荣耀 因为那无比的荣耀 所以现在苦楚就变成什么 至战至亲了 所以小孩子看见那个冰淇淋的时候 他现在稍微听话一点 没有关系 他现在忍受一点没有关系 他现在照着父母亲的话 行没有关系 因为他看到的是他眼景 所以当以赛亚说 你看到这个眼景的时候 他下面一句话说 第五节 雅各家来吧 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现在怎样 虽然那个眼景还没有来 以色亚劝告他们 现在行在神的光明中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现在的生活就照着主的教导来生活 现在的生活就照着主的真理来生活 如果我们行在光明中 就是什么 就是在真理中 约翰 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 特别提到这个真理 就是我们如果认识神 我们与神交往 就在哪里行 光明中行 因为神是光明的 就表示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做上帝的儿女 神要我们现在 一先尝到 主将来统治世界的情况 你不用在整个大环境尝到 不过在你个人的生命里面 你尝到 也就是当你的生命 让神来掌管 你的生命 照神的旨意行的时候 你会发现生命中的和谐 你会发现生命中的喜乐 你会发现生命中的那种满足感 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满足 我们没有喜乐 我们没有和睦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行在光明中 所以当我们一被罪得胜的时候 我们一片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就会怎样 我们就会经历了那个罪的痛苦 相反 如果我们常常在足的坏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经历了生命平安 所以耶稣说 离开我 你们什么都不能做 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所以这是我们看见 我们要行在光明中 生活中有一个秘诀 生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我要每一个弟兄姐妹记得的就是 你顺服神 你不用顾力任何的后果 你顺服神的话 你可以把生命中所有的后果交给他 但是 如果你偏离神的话 你照自己的私欲而行 你不顺服神 一切的后果 你自己要承担 而且我们很明白这句话 你的生活中经历过这句话 所以让我们记得 来吧 我们行在光明中 什么时候 现在 所以以色亚呼吁当时候的犹大国 起来 行在光明中 但是很可惜 他们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就看见 几样的东西拦阻了他们 行在光明中 或者因为几样的东西 他们不愿意行在光明中 所以第六节就说 耶和华 你离弃了你百姓的雅各家 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 做关照的 像非利士人一样 并于外邦人记掌 这段的圣经 讲到他们的第一个拦阻 或者第一个是他们偏离神 在光明中行的就是 世上败坏的风俗 在这里神并不是指责文化 在这里神并不是指责 其他国家的这个风俗 在这里神所讲的是 那一些败坏的风俗 所以他说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 这个东方在当时候 指的就是亚述帝国 他们或者巴比伦他们拜偶像 他们以神的旨意相 违抗的那些败坏的风俗 这些败坏的风俗包括了 交轨 包括了迷信 包括了把自己的孩子当作 基务献上 所以他们作为神的儿女 竟然他们充满了这些东西 还有做观照的 观照就是什么 看心相 看手掌相 看脸相 这些东西都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还有跟像费利士人一样 那是没有神的人 以外邦的击掌 这个击掌的意思是 跟他们很深入的交往到一个地步 受他们生命的影响 因此 整个的生活 四季的神 而你应该有的形象 所以他们没有心在神的光明中 那这是 以撒亚时代的人所面对的争战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也面对同样的争战 今天你活在这个世界 不见得比犹大的时代更加的容易 你活在这个时代也是面对了什么 各种各样东方的风俗 我们是华人 华人有很多的风俗 哪一些是好的 哪一些是不好的 你能分辨吗 好的我们把它保留下来 不好的呢 我们把它撇弃 我们不要留下那些 跟拜拜有关的风俗 那些迷信的风俗 那些在生活的当中拦阻了我们 来到神面前 更加信靠神的那些风俗 很多的迷信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有胜过吗 你有胜过吗 这些迷信还包括了 很多的时候关照的 我不知道你到今天除了读圣经 还没有读星象 有些人出门一定要看一看 他的星座星象 然后才出门的 有时候要看看日历 日历写今天搬家不宜 他就不搬家了 如果也出门不宜 他照样出门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很害怕 我们很多的迷信 我们就有一些东西 我们总是不能够胜过 那是生命中 有许多的迷信 最近有人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常常在电脑的世界里面发现的 你有没有收过一些的电邮 那个电邮里面告诉你说 当你读了之后 你要发出20封 如果你没有发出这20封的话 你会面对很大的灾难 有收过吗 可能你有 我问你 你收过了 你怎么回应 感谢上帝 有人讲delete delete 你把它给删除掉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有信心 有些人就害怕 基督徒当中 或许有人就害怕 你就说死 如果我不照做的话 而且他好像有咒语在里面 甚至很严厉 有甚至家里的人 有死亡的事情发生 所以你就怎样 你害怕吗 所以很多的人就害怕 就把它 send出去了 我们做基督徒会害怕吗 那就看你 是不是在神的光明中行 如果你在神的光明中行 你不用害怕 你可以把他领利 这是第一个关键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 那更难的来了 如果你理力之后 你家里发生事情了 接着下来怎么办 你相信吗 你相信是这个性的关系吗 那时候是另一个考验 如果你这样子做了之后 你家里发生的事情 第二次你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你会怎样 弟兄姐妹 魔鬼是无所 就是说用各样的方法 来攻击我们的 用各样的方法来对付我们的 他要的就是我们迷信 他要的就是我们害怕 所以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 你就怕了 下一次来的时候 你可能不敢不信 你可能不敢不做 你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这样一来的时候 你就被捆绑了 弟兄姐妹 让我送你一节的经文 给你可以安心睡觉 把它背起来 你可以胜过生活中 许许多多各样的困难 你打开诗篇103篇 第十九节 诗篇103篇第十九节 找到了之后 我们一起读这节的经文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全病同管万有 再读一遍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全病同管万有 我们的神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全病同管万有 什么意思 你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今天不是那封信 使你家里出问题 今天不是迷信 能够保给你平安 今天不是你相信某些风俗 可以给你在地上几十年 平安度日都不是 你一定要相信 我们的神在天上 立定宝座 他掌管一切 你这样信 你这样明白 你就胜过 你不信 你害怕 你就被捆绑 我不知道你被什么捆绑 有些人一定被一些的事情捆绑 你可能被一句话捆绑你 你可能被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捆绑你 你可能人家送你一样的东西 你不敢丢掉 你就把它留在身边 我说过 特别是到了新年的时候 有很多的风俗 败坏的 迷信的 要进到你的家里面来 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知道 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所以当时候 他们碰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风俗 败坏 捆绑了他们 他们不能行在光明中心 我盼望我们能够胜过 不管情况怎么样 我们信靠上帝 前面的道路 在神的手中 但是世上的风俗 是很真实的 很多人做生意的 很怕得罪 一些的神明 所以他们就照着这个风俗来做了 为什么拍电影的人 他们一定要开镜的时候 一定要拜拜 为什么 那就是一种捆绑 那是一种迷信 他们害怕 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不要像犹大时代的人 我们一定要胜过 使你胜过的就是神的话 行在光明中 多多明白主的话 至少今天你来 你就明白了 你就不用有任何的害怕跟捆绑 如果你去酒店拿到一个房间 444你要住吗 我不知道酒店有没有这种房间 可能在香港一带 亚洲一带全部除掉了 但是如果是拿到 在别的国家拿到444 你住不住 很多人害怕 就一定会死吗 不会 很多人死都不是住444的 你懂吗 但是人就有这种的害怕 这是第一我们看到的 还有什么拦阻的他们呢 接着夏天他说 他们的国满了金银 财宝也无穷 他们的地满了马匹 车辆也无数 不好吗 这不是整个世界的国家所追求的吗 国满了金银 财宝也无穷 这里讲到他们非常的富裕 这里讲到他们的国家 非常的发达 他们偏离神 他们越迷信 他们越敬拜假神 他们越丰富 在物质上越丰富 所以他们就 神不是指责他们的丰富 神不是指责他们财宝无穷 你看见他们到 我们跟他们同样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金银财宝物质成为他们的神 也就是说他们偏离了 其实这些恩典从哪里来 从神来 不是从假神来 从真神来的 谁赐下雨水 谁赐下阳光 我们都很清楚 谁看顾我们 谁供应我们 我们都很清楚 但是他们在那个时代 他们认为农作物的神是巴黎 他们认为赐雨的神是另外的神明 所以因此 当他们偏离神的时候 他们丰富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些事情 跟这些假神挂钩起来 他们忘记了一切的源头 从神而来 这物质成为他们的神 变成他们败财神 国家富裕不是不好 很好 但是你要记得 你不能因为富裕起来 就忘记神 但这是信徒也常常犯了毛病 当你很穷的时候 当你单身的时候 当你刚刚开始出来 社会上工作的时候 你很敬钱 你常常祷告 你常常读经 你常常聚会 你常常热心服侍主 慢慢地神赐福给你 你很会读书 以后你找到很好的工作 你的工作自卫一直生 一直生 然后你的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当然你的时间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而当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需要很清 很丰沛时间用的时候 你开始把属灵的事情放在一边 你开始追求什么 世上的物质 你要有更好的生活 你要有更多的东西 你要更多更多 慢慢地 你忘记了能力 恩惠从神而来 你是不是这样的信徒呢 那这就是我们要当心的 当时候他提到 避满的马匹 车辆也无数 今天我们不也是这样吗 我想他当时也有车的问题 当时也有马匹的问题 有车辆的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也是这样 表示国家富裕 当人富裕的时候 就忘记神 不是单单信徒 外邦人各式如此 所以才会有无知的财主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 可以成就创造奇迹 所以我们就忘记了神 外邦人没有神 信徒有神 所以我们要在光明中行 神越赐福你 你越要谦卑感恩来跟从神 这是第二个拦阻他们 在光明中行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拦阻你 贪心的罪你胜过吗 想有更多更多的 想发财的罪你胜过吗 圣经从来没有说 钱很多是犯罪 圣经从来没有说 富裕是犯罪 但是圣经很清楚说 想要发财是什么 是万二之根 你这个想要发财的 一念头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是不是求神 让你明白 财富的源头是他 所以特别在 新年来到的时候 我在这里勉励大家 要胜过 不要 拜财神 不要去看财神也 不要去跟给他金粉 撒在你的头上 这个时候 财富新年期间 所有的万字票 所有的多多的彩票的奖金 非常非常高 你不要动摇 因为你动摇好几年了 你不要动摇 你要胜过 你不要动摇 你会看见很多的人排长龙 你看见很多人想要 更多的这个钱 还有赌博 会来到你的家里面 会到你的生活的周围的当中 你要胜过 当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胜过 他们要的就是钱 有钱就好了 求主给我们 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明白 当时候他们的困境 我们能够胜过 第三 他们的地 满了偶像 他们跪拜 自己手所造的 就是自己指头 所做的 他们拜偶像 不但拜偶像 甚至说 他们跪拜 自己手所造的 是自己指头所做的 以前 他们疑蠢 真选 他们不拜 他们拜偶像 我知道你不会拜偶像 我知道你不会 你不会蠢到 请一个什么工的 来家里拜 不会的 你一定不会这样子做 我可以保证 任何一个时候 我到你家去探访 我都相信 你家 从地上到天上 都不会有工的 我知道 但是 这里讲到 指头所造的东西 偶像是指头所造的 就表示 人 凡是用手所造的东西 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 你的事业 可能是你一手创造出来的 那会成为你的偶像 你一生 所有的名利地位 可能你认为是 你的手追求得来的 你自己的双手 努力得来的 他会成为你的偶像 你今天在地上的 一切的成就 会成为你的偶像 求主让我们知道 一切的好处 从神而来 雅各苏讲得很清楚 所有的东西 都是从上面 神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敬拜神 不要敬拜我们 手所造的一切 你可以很有成就 感谢上帝 你可以很有名 感谢上帝 你可以事业很发达 感谢上帝 但是不要让这些东西 成为你生命的偶像 因为一旦 他成为你的偶像 他成为你的神的时候 那你就开始偏离 神在光明中心 好像犹大时代的人 所以你看到 我们面对的试探 常常就是不经意之间 我们就把神的位置 让给了世上许多的东西 有些人就让给他的老板 有些人就让给他的公司 有些人就把神的位置 让给我们家里 任何的一个成员都不是 神是我们心中最重要的 这个常常要提醒 这是第三 第四样事情 悲见人 第九节 悲见人气息 尊贵人下贵 所以不可饶恕他们 当这个以赛亚讲道的时候 对着他们讲的时候 第四样事情 悲见人气息 尊贵人下贵不好吗 很好 是不是 不是 这些人贵 贵什么 拜 拜什么 我们今天差不多 对所有的事情都下贵 对所有的事情下贵 就是不贵神 不敬拜 耶和华上帝 不跪拜 耶和华上帝 但是我们可以对任何的事情 叩头 我们可以对任何的事情 气息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向神来气息 你在神的面前谦卑吗 有时候信徒 有一个毛病 就是我们在外面很谦卑 我们的老板面前很谦卑 我们在我们的权势 名利地位的面前很谦卑 但是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福福敬拜这位神 有时候我们很骄傲 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神要听我的 我祷告神不听 你就发脾气了 你老板不听你 你不敢发脾气 但是有时候神不听你的祷告 你在那里发脾气了 那有时候你在教会的里面 你做属灵的工作 用什么 用血气来做属灵的工作 你用诠释 用人为的方法来做属灵的工作 这就是七夕跪拜 你拜错对象的时候 你整个生活生命一定很乱 让我们看清楚 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谦谦卑的 你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 你才能够在人的面前 站立得稳 你能够在神的面前 福福敬拜 你才能够在人的面前 被尊重 被站立起来 当时候那些人刚好相反 他们卑贱人气息 尊贵人下贵 都是拜那些虚假的 拜那些错误的 所以以赛加说 所以不可饶恕他们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也会面对的 不只是犹大时代的人 所以神遮备犹大地方的人 将来的审判怎么样呢 神就说了 第十节 你们当进入沿蟹 藏在土中 躲避耶和华的金虾 和他威严的荣光 到那日 那一日来到 人家逃到洞穴里面去躲 几次提到洞穴 你看到第十九节 耶和华星期十 地大震动的时候 人就进入室洞 进入妥协 吐蟹躲避耶和华的金虾 和他威严的荣光 二十一节 到耶和华星期十 大震动的时候 人好进入磐石洞中 和岩世泄离 躲避耶和华的金虾 和他威严的荣光 这里讲到上帝的审判 由大国面对审判 这个审判就是 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 他们站立不住 我们做上帝的儿女 我们知道 将来这个世界 会有一个审判 你读启示录 当那个审判来到的时候 很威严 很可怕 人害怕到一个地步 他们倒下来 把他们压住 把他们遮蔽 那个叫做高扬的愤怒 所以你就看见 将来的审判是 很威 很可怕的 所以当时候 以赛亚就警告他们 第十一节说 到那日 也目高傲的 必降为悲 性情狂傲的 都必气息 唯独 只有神 能够从根古 知道永远是神 世界上一切都是过去 世界上人的权势会过去 人不管多么的有成就 人不管多么富裕都会过去 唯有耶和华被遵从 所以你应该敬拜 我应该敬拜 这位被遵从的神 第十二节 必有万君耶和华降伐的一个日子 要临到骄傲狂妄的 一切至高都必将为悲 他就形容当时候犹大的领袖 那些他们败坏的风俗 离开神 神怎么审判他们呢 就是使一切至高的 他们最后会发现 他们一无所有要自卑 要降在神面前为悲 又临到黎巴 那高大的香白树和巴山的香树 这些都是用树的高大 来表示领袖 好像很高大 但是他们要怎样 他们要倒下来 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林 又临到高台和坚固的城墙 不管他们自以为依靠是什么 这些依靠都要失去 又临到踏实的船只 并一切可爱的美物 它是当时候是今天西班牙的地方 它是表示他们的货物 他们的物质 这一切都要失去 所以在第十七节说 骄傲的别欺几习 狂妄的必将悲 一次的再一次的提到 你在世上的时候 过一个没有依靠上帝的生活 你将来你一定会看见 那是一个很可怜 很悲惨的情况 所以到那日 唯独耶和华被尊崇 第二次提到了 第十八节 偶像必全然废弃 到了二十节 到那的人必将为败而造的金偶像 云偶像抛给田鼠和篇幅 意思是他们过去看为很重要的 他们的偶像保护他 但是神刑发来的时候 他们一丢 竟然丢到田鼠间去 给篇幅表示什么 他们现在发现这个不重要了 所以他们要躲避耶和华的刑发 所以二十二节 你们修要依靠世人 在闭孔里不过有气息 他在一切事上 可算什么呢 神要把我们的眼光 从人间回到神的面前 不要依靠世人 今天你可能把整个世界的价值观 建立在人 你看世界上的人的权势 这个很厉害 那个很了不起 你依靠世界上的人 神说不要 不要靠世上的人 人不过是什么 不过是一口气罢了 闭孔里不过有什么 气息 我想我们都明白 今天为什么你活着 为什么我活着 一口气罢了 这一口气 什么时候神要把它拿掉 你不知道 再了不起的人 可能神一拿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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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着自己的权势 他看见自己的才干 他看见自己的才能 我们信主的人都明白 我们不过是一口气 所以耶稣在讲到无知的财主的时候 特别提到说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要归谁呢 这是很真实 很实在的一个提醒 所以这整个第二章 就从永远的盼望 引到他们现在应该怎么生活 然后谈到他们的拦阻是什么 什么是他们不能够行在光明中 以后讲到上帝的审判跟刑法 唤醒他们 我们今天做基督徒 也要常常被提醒 那当我刚才讲了一句话 你顺从神 你可以把一切的后果交给神 你顺从自己 你违背神 你要承担一切的后果 那这就是这章圣经所要讲的 我们将来也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 如果你信主 在耶稣基督里面 当然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那个是公着的审判 我们要向神交账 神给我们的 我们怎样为主活 怎样来备主 使用我们的恩赐才干时间 那我们看见这个世界 也要到有一天 也要受到审判 那这是很千真万切的 所以让我们常常有机会 团福音带领人来信主 所以这是第二章我们看到的真理 接着下来我们看到第三章 从第三章开始 那他继续地教导 教导什么呢 教导关于耶路撒冷的混乱 所以第三章一开始 主万军之耶和华 从耶路撒冷和犹大 除掉众人所依靠的 所葬赖的 就是所依靠的梁 所葬赖的谁 除掉勇士和战士 审判官和先知 战破的和长老 五十夫长和尊贵人 谋事和有巧义的 主以这妙行法术的 那神怎样使人 能够转回来呢 神怎样使犹大国 能够被唤醒呢 那有时候神就用 饥饭 苦难 神使人觉醒 那有人这么说 当神对我们讲话的时候 是很柔深的 当苦难来到的时候 也是神讲话 不过是神用喊的 所以你苦难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所以因此 神的审判临到 苦难临到他们的当中 神让他们经历 神就要教导他们 依靠神 所以让他们经历什么 经历他们 把他们所依靠的拿走 他们依靠什么呢 食物 所以神给他们饥荒 所以你看粮食没有了 依靠的粮食 依靠的水 神都拿掉了 神要拿掉这些东西 是轻而易举的 所以神就让他们经历的饥荒 这是第一种神的行发领导 第二 神不但给他们经历的饥荒 神还给他们经历了领袖荒 那神把他们当中的领袖拿走 那些好的领袖拿走 那些可以 就是说他们 他们所依靠的拿走 所以提到勇士跟战士 没有了勇士跟战士 就没有了什么 就没有了国防 也就是他们打败仗 当敌人来的时候 这些要被掳走 审判官和先知 他们过去拒绝审判官 拒绝先知 神把他拿走 战破的和长老 那为什么提到战破的呢 然后为什么提到第三节 以及行妙行法术的呢 这也是他们依靠的 虽然这些依靠是错误的 但是还是他们依靠的 神就把这些东西也拿走 五十夫长和尊贵人 谋事还有巧义的 也就是神一样一样的 把他们中间把这些人拿走 其实讲的就是 帮巴比伦来的时候 亚述来的时候 我们在亚哈斯王的时代 看见这件事情应验 他们很多的勇士就被带走了 所以国家就怎样 国家的社会结构就瓦解了 可以这样子的想象 如果一个组织 一个组织里面 很重要的几个人物拿走的时候 这个组织就会瓦解 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如果国家的这些精明的人 这些勇士拿走 就比方说 如果在一场的战争里面 新加坡所有的武装部队 被瓦解的话 这个国家就完了 如果我们就看到 神就是这样在对 自由大国经历这些事情 所以一样一样的拿走 拿走了之后怎么样呢 接着下来 第四节 主说 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 使婴孩下管他们 你这里是讲到 从这里就讲到 他们整个社会借口秩序的混乱 所以当应该做领袖的 不在的时候 小孩子起来做领袖 你敢把你的家 给你三岁的孩子管吗 你知道不可以的 孩子不能够管 这里的意思是 国家社会的结构瓦解 不但如此 他还提到 第五节 百姓要逼此欺压 个人要受零舍欺压 少年人比武慢老年人 卑贱人比武慢尊贵人 就表示没有标准 没有道德 没有管理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叫做 无法无天 讲的就是这个时候 整个国家就面对了这些瓦解 无法无天 如果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界 那是很可怕的 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这个世界就是乱 你怕乱吗 我们新加坡人特别怕乱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乱过 如果乱起来的时候 我们比人家乱得更乱 那些很习惯在乱中生活的 他们乱中有序 等等你到巴基斯坦去 你到这些 这个阿富汗去 你到这些 常常发生 战争的地方去 他们很乱 不过他们很有持续 他们可以照样生活 砰 他们在买面包回家 你懂吗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乱中有戏了 那我们呢 我们如果 砰一下子全部瘫痪下来 我们什么全部的 什么都不会做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可能回家的路都忘记了 我家住在哪里都忘记了 我们是很 很秩序的 样样都很有秩序的 你知道 你做什么都照着秩序来 如果你到一个 什么都不照秩序来的时候 那种生活很困苦 那种生活很艰难 我们感谢神 我们今天的生活 很容易 很顺利 很方便 我们没有任何的挂力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 来到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 如果我们现在出去外面 给少年人打 我们出去外面给人家打抢 满街都是等着要打抢的人 满街都是欺负人的人 你会怎么样 你活在那种恐惧的当中 犹大的社会来到这个地步 因为他们离开神 神就给他们知道 你们靠世人 就让你们经历这样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 他说 人 第六节 人在父家拉住弟兄说 你有衣服 可以做我们的官长吧 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 这里讲到领袖的标准下降 下降到一个地步 你有钱就可以做了 你有衣服穿的人 就可以做领袖了 整个领袖下降 做领袖不容易 找领袖的人才很难找 但是现在你只要会穿女服 就可以做领袖了 因为现在所有的领袖 好像孩子 管得乱七八糟 你找到一个稍微有聪明的人 就来管了 我以前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我就替我的领袖写信了 你懂吗 他常常要寄信到中国去 他不会写字 我会写字 我就替他写信了 我不顾我写的时候 不知道他们对方看得懂 看不懂 但是为什么我写呢 因为没有人替他写 那我没有人替他写 我读到小六 那我就懂得字比他多 他讲他的大概的时候 我就像写作文这样写写写写写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比我在他的周围 没有比我更有资格的人 所以我就变成有资格 那我有资格吗 当然没有资格 我现在想一定看不懂的 但是我也不是乱写 我是很认真的写 不过他有时候也写信回来 说我看到你的来信了 我也很高兴 因为他至少看了 可能他说 为什么我的这个亲人的华文 这么烂 写的字这么难看 你想想看 那是因为没有人才 所以他们随便拉了一个人 就来做领袖了 教会如果待到这样一个地步 那教会也是很可悲的 什么时候教会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步呢 就是因为当我们不照着真理行的时候 我们喜欢随随随随便便来管理教会的时候 那神就让随随便便的人来管理我们 所以教会不要随便跟从领袖 你不要嫌你喜欢他答应你做这个 他就是好的领袖 听你的就是好的领袖 他不在圣经讲 不过顺你的就是好的领袖 那神就把这样的领袖给你 那就是你就会知道 那个情况会是怎么样了 但那个时候没有资格的人就上来做领袖了 所以教会那些有资格的人 应该出来服侍主 好好的服侍主 不然的话孩子就起来带领了 有时候随随便便的人就起来带领了 但国家是这样 社会是这样 家庭是这样 教会也是如此 那么他们随便拉人家 人家要做吗 你看下去 那是他必扬生说 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 因为我家中没有粮食 也没有衣服 你们不可以利我做百姓的官长 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要做烂贪子 没有人要接的 国家烂到这个地步 没有人要管 没有人要接 没有人要做领袖的 但我们现在 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领袖 每个人都要竞选 每个人都要做部长 因为现在国家太平 一切都很好 但是现在如果国库 已经没有钱了 百姓贫穷了 你不用担心 没有人要去选的 你随便拉一个 那今天你做总理 不要了 不要做了 不要做总理 为什么不要做总理 因为自己还要拿钱出来 所以要做总理 没有人要做 希特勒的时代过后 希特勒一自杀的时候 所以要做 做他的位置 没有人要做他的位置 因为那是一个很烂的贪子 跟餐具 所以要来收拾 所以你看到 当时候整个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恶劣 到这个地步 为什么 只因为 人偏离了神的话 这里是给我们提醒 你一偏离神的话 你的家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你的家也会出的乱子 你的家也会缺乏 你的家也会人才荒 你的家也会乱到一个地步 甚至到了烂贪子的地步 所以让我们得着提醒 在神的道的上面 常常照神的话语来行 这些都是审判 好 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 我们就暂停 等下回来才继续讲下去 好